大家好,我是蔡存傅 首先简单的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经历 其实在一年以前我还是还在一个不到时任的创业公司里面工作 主要是做一些外包的项目 但是现在我已经在一家上市企业当着安卓开发工程师 相信通过这一个措程的学习会对道教有所帮助 这一次措程我们来学习一下安卓的社会化分享 那么什么是社会化分享呢? 社会化分享是指我们在使用一个APP的时候 想把一条消息分享到另外的一个APP里面 这就是社会化分享 社会化分享目前主要有两种实验形式 第一种是本地分享 本地分享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给系统传一个Intel的对象 当系统接收到这一个Intel的对象之后 会根据这一个Intel条的Ucting以及Type 从系统里面选择能够 接收我们的分享内容的 Altivity 并且以列表的形式返回回来 当我们拿到这一个列表之后 就可以选择我们所想要分享到的 另外的一个APP 第二种实验形式是第三方平台的分享 第三方平台的分享是指我们 需要使用第三方平台给我们提供的SDK 我们使用它的SDK就可以直接分享到他们的 APP当中 第三方平台的分享又分为两种 第三方平台的单着分享和集成分享 单着分享就是指 单着的平台 比如新浪微博出入中间 集成分享是指集成的 多个单个分享方 我们使用集成分享方给我们提供的SDK 进行一些配置就可以很创举的分享到多个平台 而不用 一个一个去实现分享的逻辑 那么这两种实现方式就有什么优缺点呢 本地分享我们已经说了 它的实现很简单 所以第三方平台的分享 它的实现可能就更为复杂 但是第三方平台的分享 我们能够进行数据的统计 比如说一点消息是否分享成功了 或者是说用户是否取消了这一个分享 另外的一个优点是分享出去的消息 会在第三方的APP里面显示一个消息来源 这一个消息来源是一个插链接 它对应到我们的应用 所以它能够对我们的应用起到一定的推广作用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以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本地分享的实现逻辑 在这里我们已经预先创建好了一个应用 在这种Ugitivity里面有一个按钮 我们点击这一种按钮就能实现一段文本的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代码 在这里我们创建一个Intent 并且指定它的二个型 然后再指定消息的内容 之后 去设定我们所分享的消息的内容 消息的内容有多种 在这里我们指定的是tel 也可以指定为 imaging 表示图片 或者是video 视频 然后再去启动一个Ugitivity 注意这里启动的Ugitivity 不是我们在上面创建的这一个Intent 条 而是通过Intent 点tel tel tel 给我们返回回来一个Intent 我们在创建这一个Intent 条的时候 同时也指定了一个分享的title 我们来运行一下程序 可以看到系统已经给我们返回回来的一个Ugitivity的列表 并且sharetitle 就是我们刚刚指定的消息的分享消息的title 这里我们选择一个比如说短信 短信里面部分的就有我们所设定的分享内容 这里我就不再发送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给 这一个Intent 条指定一个Ugitivity 以及tel 之后 系统就能给我们返回回来 刚刚我们获取到的那个Ugitivity列表 它是怎么获取的呢 实际上系统是根据Intent Intent的Filter来 获取的 我们都知道在配置一个Ugitivity的时候 会指定它的Intent的Filter 特别是程序的主入口 MainUgitivity 我们指定它的Intent的Filter为 Ugitivity为Main Category为Launcher 表示它是程序的主入口 实际上能接收分享内容的 Activity 它有一个特定的Intent的Filter 它的Intent的Filter 其实就是指定它的Ugitivity为Ugitivity Ugitivity 以及TartigV 然后就是消息的内容 消息的内容 我们这里把我们的程序也加一下 也给它配置一个 加成Tales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程序 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多了一个 我们的应用程序 说明我们的应用程序 现在也能接收分享 接收一条字符策略分享 实际上就是 我们这一个Intent的Filter 所起的作用 所以也就验证了我之前说的 它是通过 Intent的Filter 查找Intent的Filter里面 Action以及Tag所对应的Activity 并且把这一个列表给我们返回回来